哈囉 大家好 歡迎到Y.A.Diary 現在時間是2023年的3月份 那我仍是在南港瓶蓋工廠 準備要參加今年第一場的試集啦 那就是我只在乎你 今年主題叫做繽紛色彩 我的文具控朋友Tracy 她的品牌指上旅行也會在裡面喔 那我們就趕快去排隊吧 因為現在看到人很多 好 先不要管路線圖 第一攤首先支持的是文具蓬蓬Tracy啦 指上旅行在這一次試集裡面推出的新品 牛皮紙盒的大套組 有三卷心的PET 裡面還藏了三款專印貼紙新品喔 其他還有Tracy在海外時期的攝影作品貼紙 我很喜歡這一種大張的 但如果你考量的比較多 還有單張可以選擇很貼心 這邊還有紙上旅行和紙扇動的聯名貼紙 其他還有這種圓角方框的文字印章 秋日浪漫和四季日常是這一回的新品 整體作品都很有質感嗎 喔 好久沒有遇到Sonia了 這次有很多新品喔 有畫得很精緻的餐點 丸子、雜誌以及生活碎片就是件新品 專印貼紙也帶了很多 看了sample之後都覺得不應該打開耶 因為這樣子每一卷都好想要購買 非常引人犯罪 那我們來看一下新品的展開圖 生活碎片是很多不規則形狀的小色塊 適合在手杖需要填一點空白的時候來使用 餐點們就是可口的食品 完美擺盤的畫面會讓你很想品嘗 那雜誌過名思義就是會在時尚雜誌裡面出現的版面配置 至於丸紙呢 就是很多紙張的小片段 都是手杖拼貼很好使用的朋友喔 這是一個沒有在試劑一開始就衝進來 你就會排隊很久的品牌 導致我有好幾次的試劑都只能夠放棄 這一次終於輪到我啦 先來看看超美麗的轉印貼紙 這些妹子真的是好時尚 好美麗好喜歡啊 而且是我如果在街上有看到 會忍不住多看兩眼的那一種 穿搭很別緻的女孩子們 創作者的時尚眼光真的很好喔 那這一次的紙膠帶新品呢 是花邊和隻字片語 給各位看一下展開的樣子 是不是很有氣質呢 那我這一次是預計要挑選一款妹子練習 最後聽到朋友的建議呢 選擇Soft 因為呢這不只是有好看的妹子 旁邊還有一些文字和花花這種小素材 搭配起來應該是會比較容易上手的 這邊先來看到線條很細緻的球果印章 不過呢我這一次重點啊 還是要放在JAB的手寫字PET 它的字寫得很美 內容很正面 各種顏色都非常的百搭 那這次的茶名言呢 是玫瑰金 超高級的顏色喔 喔對了還有這一卷 希臘建築的盒紙膠帶 它使用在復古風啊 或是比較文青感的拼貼上 或是優秀的好朋友 我先前買的都已經快要用完啦 那JAB除了手寫字之外呢 一些小植物的設計也很可愛喔 旁邊的Sample裡面 也有展示它的作品應用 微風畫室這個品牌啊 之前看Tracy會買 我在做功課的時候啊 對它們的內容也很感興趣 這邊有四季款的作品 我們把它排整齊 那這一回的新品印章啊 取手的木頭色很不錯 三顆印章看起來就像是巧克力磚一樣可愛 而且呢它還是520%喔 超級懂哟 這一回的新品呢 還有這一種日系招合風格的巧克力系列PET 以及搭配了雲霧和蚊子的可愛小貓咪 再給各位看一下這些小點心 還有這一面的紙膠帶 PET們 都是先前出的商品 其他還有明信片和轉印貼紙 以及取手很有質感的印章們 來看到我們新認識的品牌 發發製造所 他們家這種小印章啊 印章上面的取手 你只要滴一兩滴的精油 就會變成擴箱裝置喔 非常別緻吧 其他還有小貼紙 以及這一些手抄紙 顏色都非常特別 是創作者他自己手抄出來的 欸這讓我想到啊 我其實也有買手抄紙的組合欸 一心很想當菜倫 結果到現在都還沒有實踐 那我們最後看一下 他們家出品的紙膠帶和PET們 我覺得啊他們家出的這一些款式啊 很適合打底 或是作為讓主角更突出的素材 應該會是不難使用的類型喔 下次有機會的話 要練習看看 這家實體店呢 在陽明交大的附近 我們之前也有去過 他們家比較特別的是 有很多很多紗線 所以這一回市集呢 全部都是紗線 有一整卷捲好的 也有比較小的包裝 除了這些很繽紛的紗線之外啊 這裡還有比較大捲的 竹紗線 摸起來觸感不太一樣 很特別 那這些紗線的應用呢 可以做成小髮夾 小吊飾 還有髮圈等物品 成品看起來啊 真的很好看欸 有機會的話 我們來學看看怎麼製作吧 各位觀眾 熟心的貓入口小畫師到啦 但是呢 在我新品全包之前 我要隆重來個介紹 媽媽你看 我的拼貼在這裡 呀呼 以前是看朋友的拼貼 被放在創作者的攤位來展示的 現在看到我的作品 放在很喜歡的品牌攤位展示 內心真的很澎湃 澎湃到有一點鼻酸 很像是送小孩第一天上學的父母親 這樣的感覺 不過我後面沒有署名幣卡槽就是了 接下來我們慷慨盡量的看一下 小印章和壓克力小吊飾 那順帶一提呢 這隻禽鳥叫做 銀猴長尾山雀 再來翻一下轉印貼紙門 這邊我幾乎是已經有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喜歡的款式 繼續要看到的是這次的新品 五點動物 還有秘密花園 趁陽光正好 稍微展示一下 也可以看看他們這邊的拼貼創作啊 來尋找應用的靈感 那我們上個星期的直播影片呢 也有隆重介紹他們喔 看完整場影片 記得回顧一下 來看一下這次認識的新品牌 茶膏插畫 我在做功課的時候啊 就暗自下決定 這一次一定要找到畫的很可愛的水豚 結果呢 我先看到這個 短尾矮袋鼠發好人卡的猖狂表情 才發現 這是我夢想中的水豚品牌耶 他們沒有出紙膠袋 不過呢 有很多明信片 是不是所有動物都超可愛呢 其他還有小吊式 小夾子這一些物品 但是我想要入手的是貼紙 你看 好多水豚 而且有一些頭上還有肝麻喔 另外還有短尾矮袋鼠 以及小兔子 希望他們以後可以出紙膠袋 或是更小一點 可以使用在手帳上面的小貼紙 好 我們看到五隻可愛的兔兔嗎 之前在這集印試集 一瞬間賣光的兔兔出現啦 有很多色彩繽紛的小兔子明信片 我也挑選了幾張 再來是別針 那我最喜歡的一樣是 林蘭兔子這一款 品牌還有設計這一種 盒裝的兔兔貼紙耶 天啊是幼稚園兔兔 這邊還有海洋款以及美容院款喔 真的是超級的生貨 再來指教袋的部分呢 我選了小兔果蘭 在兔年被可愛的兔子文創包圍 It's so good 繼去年 樂意出了我最喜歡的玉金香之後呢 今年他們家的新品是海棠 還有我也非常喜歡的象日葵 超開心的啊 先來看看一如既往 琳琅滿目質感爆棚的各種品項 有一些小便尖上面呢 還夾斷袋耶 超級可愛 來看一下這一次的新品日野 很秀氣優雅的象日葵 我在IG上面呢 有貼一些應用喔 各位可以前往看看 還有海棠花 叫做春色 實際應用的感覺呢 就像是這樣子 另外樂意這一次還出了兩本便尖 藍器圈和花果圈 前者是菱藍、小草藍和蘭花 後者是草莓、櫻花和銀蓮花 他們都是手工調色、雙色捐印的 要一張一張手工刷顏料 所以成本很高 一本裡面除了苗凸紙 還選擇米色的松厚紙 很特別質感也非常好 好 灌完攤位之後呢 我們來抽獎吧 各位觀眾 我這一回依然是備受關案的孩子 消費200塊錢會有一點 10點可以抽獎一次 我沒有消費這麼多 但是在朋友們的幫忙之下 我抽了三次 非常感謝大家 那我們這一趟High桑的市集活動結束啦 後面還有戰利品的展示喔 最後來看到的是我的戰利品們 大部分在上個星期的直播影片都已經開箱過了 所以我依照品牌 稍微給各位看一下新朋友 如果您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看一下我們的直播影片細看喔 這區是紙上旅行 這大套組裡面呢 有PET膠帶還有轉印貼紙 這邊是Maluko小畫室 兩整新品裡面呢 還有附上它的便簽 接下來是Sonia的轉印貼紙門 以及它的PET 樂意呢是買了轉印貼紙還有便簽 那紙膠帶還沒有到貨 所以這邊沒有辦法拍到 往下看 這邊是一整排的茶膏 水豚系列貼紙以及明信片 還有微風畫室的轉印貼紙和PET 以及明信片 這邊裴裴是明信片卡 當然還有小兔子PET啦 這一卷呢是JAB的茶名言 這邊還有漂亮的妹子 以及三次抽獎戰利品 分別來自影衝丸 Maluko小畫室 以及每次小鋪 那打底的地方呢 是主辦單位提供的大扇子喔 如果您有特別喜歡的品項 可以到品牌的社群了解詳情喔 好啦這次市集真的是非常熱鬧 而且品牌豐富 認識了新品牌 還有和文具朋友們每次相聚都非常療癒 歡迎和我們分享你的戰利品 或是市集心得喔 那我們下次見啦 噔噔